現在盧市長確定要去520 這邊會改變你們的決定嗎 就是說有什麼樣的調整 我那天確實都已經安排了市政行程 每個人的行程不同 但我想大家都祝福我們新政府 即將上任 能夠積極的回憶民意 民眾也對新政府也很高的期待 會覺得說黨內好像不同調 還是說盧市長有點像要先見喜的感覺 行程都不一樣嘛 那無論你當天我都已經有市政行程 我在議會上面也說了 那我想大家都會對於即將上的政府 獻上祝福 希望他們能夠更貼近民意 積極的回憶民眾的期待 我們那個盧秀燕市長有吃火 不約吃火鍋嗎 那現在他決定要去520了 是不是當時有跟他聊過這件事情 沒有我想這個盧秀燕市長 是一個非常理性認真 而且有政績也受到肯定的市長 那一天其實是要幫忙台中的郭考捷 來促銷啦 那也是促銷台中市的美食文化 並沒有談到520就職是否出席的問題 我們來看見 我們來看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